大家好 今天来带大家一块看一下 就是面相之中的此相系列之四 也是指几种不同的这种此相 它分别代表了含义 第一种情况就是 就是这个人在无视的时候 牙齿 就是咬牙若怒者啊 这种情况啊 为之虎稳 主其人个性凶狠 如在有狼行者 主其人既心凶狠又 机身莫测 就是算计比较甚啊 为人凶狠又多算计 像这个案例就是 类似的这种情况啊 就是无视的时候牙齿就咬合若怒啊 这种情况啊 第二种就是牙齿在睡觉的时候相摩擦着啊 就是我们常说这种磨牙的情况啊 这种情况是主其人骨肾啊 香火对是妻子和儿女都是不利的啊 呃 第三种情况就是牙齿的全齿重叠而生着啊 这种就为之虎牙 像这个案例啊 都是虎牙情况 就是这边有一个小肩肩突出的这个牙齿啊 这个这个都是啊 这个都是啊 这种是这三个都是虎牙的这种特征啊 这种是主其人 幼少年时期行客父母或兄弟呃 尤其是在这个 如果说这个虎牙是在当门二耻的这种情况啊 是主其人中年有灾厄呃 但是有虎牙的人啊 他是容易为人所喜欢的啊 有一定的人员 有一定的人员 有一定的观众员啊 均有这种或多或少的这种成就啊 尤其是在这种艺术表演的才华啊 女性有焰 所以说有虎牙的人啊 在像书上是这样说的是主其人行而小贵 行指的是对对其的父母或兄弟啊 有有一定的行客贵啊 指的是这人呃 有有虎牙的人啊 如果面向其他部位配合得当的话 主其人就是说呃 能有这种或多或少之成就啊 尤其是在这种呃 艺术表演类的 第四种情况 就是说呃 牙齿的颜色啊 比较喜欢这种白银色镜子啊 比较忌讳这种就是焦黄黑枯的这种情况啊 呃 像这个下面这个牙齿都是偏黄的这种啊 呃 若牙齿出现这种焦黄黑枯的主其人 不论男女呃 行客妻子啊 然后常有灾厄 尤其是啊 这种出现牙齿焦黄 而且这个又有漏缝啊这种情况 更灵验 而且还走其实就是破阻力向啊 破阻力向发展 第五种情况就是这种女性的当门二次过白过长者啊 像类似这种情况啊 他这种是牙齿整个都是比较长的 如果说仅仅是当门二次这块比较长其他项链的偏短一点啊 他是给这个嗯呃略略不一样 他这个是整个牙齿都是表长表奇的啊 那种按理指的是这个仅仅当门二次表长 这种主其人虽然说比较聪明干练少学多成发达颇早 但是其人个性强 婚姻难得美满 呃如果说女性当门二次漏缝或爆牙者啊 呃主其人青少年运检男家有成就之丈夫啊 这是今天所介绍的面向之中的此项系列之四啊 这几种不同的此项 它分别代表了含义啊 今天先讲解到这 好